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经历了非常多次的抗争 非常多次的 不管在立法院 在民进党党部 表达我们的主张 表达我们的诉求 我们好不容易 才争取到那么一次 就那么一次的中庭会的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 所有的专家学者 包括青年团体 还有任何的妇女团体 还有不同的团体 我们都清楚地表达 如果砍掉七天假 如果砍掉七天假 绝对不是像郭芳玉说的 绝对不是像 劳动部部长郭芳玉 他说只有4%的人会受影响 我们认为 这是全面性的 砍七天假 就是没有办法让工时下降 他只会增加工时 对于部分工时工作者来说 他就是会降低工资 他就是会伤害 这些非典劳动者 什么摄影记者 请你们退回到计刺区外 请你们退回到计刺区外 请你们遵守法律规定 去砍七天假 砍假总统 回头是爱 我们看到在公厅会上 15个发言代表 里面有14个 都非常的清楚的表达 我们聚感七天假 但是呢 在公厅会上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陈寗 我们看到陈曼利 这些例回 他们完全没有要听的意思 他们对于我们的声音 视而不见 说本不闻 太可怕了 对于其他的 对于其他的立委来说 他们这次连来都不愿意来 中东府说 他会请陈寻带党 请我们到旁边的陈寻市 去表达声音 我们要说 我们过去透过游行 去找柯建民 去找各样的立委 表达陈寻 军民进行党部 我们遭受的对待 都跟今天去总统官一模一样 我们不相信 听到 总统府的陈寻市 对我们的诉求 会有任何的帮助 但是对不对 对 对 蔡英文 你从去年到现在 说出来每一句话 每一句陈寻 到底还记不记得 你说 看这个七天降 你心里好痛苦 然后就是最软的一块 但是我现在跟你讲 有了 我就是一个火山山旋律 站在小岛面前的 一看那一只 昨天 劳基法第三七天又通过了 仍然没有 仍然没有看到你 对 劳基法看七天降 有任何的诉求 可建民犯话说 年底全家要通过 现在只剩一个礼拜的时间 蔡英文 到底还不要面对出来 出来面对我们劳工 出来面对我们青年劳动者 我们今天要去 派一个具有权力的 来跟我们 面对我们劳工的诉求 面对我们青年劳动者的诉求 我会把你的诉求 蔡总统有没有在里面 有没有在里面 他有没有在里面 他是不是在里面 我们也不想为难你 因为你没办法做决定 那我跟你们讲 你没有用 不用抄笔记回去 不用抄回去 不用抄他做的 今天这件事情 是蔡英文拍板立业 我们不相信 蔡英文完全全全不知道 青年劳动者与你劳工 这青年假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去中央党部抗议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 勞工的声音 朋友的声音他已经听到了 他都知道了 所以麻烦你回去 跟长官说 我没有想要先回去 好不好 不想也不想为难你 好了 蔡英文就从而不闻 我先回去 好 完全直战 完全一看 来去开青年假 去看青年假 去看青年假 要走后退 去看青年假 来后退 去看青年假 来后退 去看青年假 完全直战 完全一看 砍架手头 不要呼啦 去看青年假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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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